大碼爐上穿著亮色上衣的男子 滿臉鮮血 從對方手中搶走鐵棍反打一頓 女友衝過來勸駕把人推開 爆發街頭鬥毆 一旁轎板金被打凹 上頭灑著血地上夜都是 附近住戶拿漂白水出來清理 我還在漂白水啊 你還看我清理 這樣還推不開嗎 我拿去穿就要噴了 要噴了 整個兵全會 原來這是一起債務糾紛 亮色上衣男子因為積欠債務 債主從桃園殺上基隆討債 雙方談判破裂 債主拿出遺藏的鐵棍毆打 雙方互毆 如果民眾看到 立刻打電話幫忙報警 警方到場立刻把雙方帶回派出所 並且送醫治療 你有沒關係嗎 沒有沒關係 你說有跟你開箱嗎 沒有 你要三個 二十分鐘 我平常我就看了兩分鐘嗎 兩隻喔 對喔 就一隻大隻一隻 目前初步了解的時候 適應債務糾紛 那其他內戶狀況的時候 警方還在依法離清當中 債務糾紛引爆街頭鬥毆 至於債務人所說的 對方又拿槍甚至開槍 警方還要進一步調查離清 最後就把債主依照鬥毆罪錢 移送法單 記者朱丁榮 基隆報導